欢迎今天我们这个直播间来了一个 代班同学 也算是老朋友了对不对 欢迎小雪同学加入我们今天的朋友 谢谢叶桃老师 不要叫老师嘛 我们这里都是同学好不好 好的 你看啊这个其实不同的人就是有不同的风格 对不对 今天这首来自华成语的一类呢 就是小雪老师给跳的 对我就觉得每次唱起这首歌的时候 就觉得特别有激情 你看看好像小乐老师呢 一般他也会挑一些节奏比较欢快的歌 但是好像就还是有一些区别 对不对 所以听歌时性格吗 我觉得很有可能呢 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有可能是 你常听的歌会反映一个自己的一个性格特点 你经常听这种类型的歌吗 但我觉得我属于那种两极话很强烈 就要不然就听非常非常这种刺激 要不然就听那种很古风的音乐 就是来极端的 对比较极端 要不然就是小桥流水那种什么古真啊 阳琴啊这种东西对不对 只要好听的我都喜欢了 要不然就是来很接 我们有个电话 我们来听一下啊 我估计还是昨天那个那位老先生了 我们来听一下先 你好 你好 我就知道是你老先生 你好 您说 谢谢你 不客气 我先听周小燕唱的歌 我知道 我知道你要唱那个听那首歌 黄河大合唱对不对 那请你随便放一首 随便放一首 好 谢谢你啊 这个每天给我们来点电话 谢谢 这个感谢啊 这位老先生呢 每天下午在这个时间给我们打电话呢 我觉得已经形成了他的自己的 挺好的一个 打卡点 作戏时间 一个风格 就是他经常会在这个时候呢 给我们打上来一个电话啊 这个有的时候呢 可能也就是 想趁这个机会 跟我们说说话 是 对不对 他一直想听周小燕的歌曲啊 但是因为周小燕老师是一个 非常非常非常 有点年代的这么一个 以前的这个艺术家啊 所以他的歌不好找啊 尤其是你要点他唱的黄河大合唱 就更加 我是来花了很大的时间去找啊 但是没有找到 所以这个 我希望这个老先生呢 能够换一首啊 这个你想听什么再告诉我啊 不过估计他明天这个时间还是会打来的 他刚说好像只要是 周小燕老师的歌都可以 是是那我一会儿也找找看 好不好 好 好这个 开场曲是异类啊 是一个非常欢快的 有点像摇滚这样的 是摇滚吗 算吧 新时代的 新时代的摇滚啊 然后今天又是周五 周周末就要快到了啊 所以在这个周末到来之前呢 也是用一首比较欢快的歌来来跟他在一起来迎接一下这个周末的到来 小雪你知道这个其实今年下半年在新西兰有很多著名的歌星要来吗 比如说 今天有一个消息说那个Jenny Jackson 是吗 就是那个Michael Jackson的妹妹 他会来 他会来吗 对他会来 OK 他会在十月份的时候 你要黑眼痘痘吗 哦我知道黑眼痘痘 Black eye beans 对不对 就是说唱的那种 对不对 然后还有一个还有个歌手叫Fifteen cents 就是 就是五毛 五毛 我们直译过来就是五毛 五毛这个人 这个这个乐手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因为可能是最近听西方流行音乐听的不多 他们也要来一起 我好像听说9月7号好像那个show jakeman是吧 是吗 他是歌剧是吧 音乐剧对不对 对对 他是演金刚狼的那种 对对对对 然后他9月7号演唱会在奥克兰 对我好像以前也报过这样的报过这个新闻 他好像跑到什么一个学校去还跟学生见面之类的 对因为他之前那个The Great Show吧 对对对对 对然后他说他被被毛利物所感染 所以他选择 对对对对 我想到这个新闻了 来我们听个电话 嗯好 喂你好 你好 你好我想点一首阳光彩虹小白马 啊好的 阳光彩虹小白马 好好感谢啊 感谢 谢谢啊 所以你知道阳光彩虹小白马是吗 知道呀是大张伟的歌 哇你看有一个熟悉歌的人真好 我就在这里写阳光彩虹 怎么写哪个阳光 没有也是一首很欢乐的歌 就是就是特别适合在这种周末到来 然后聚会的时候 大家就听了以后会很有童心的一首歌 就适合我们这种年轻的节目 没错 然后这个说到这个Janny Jackson啊 然后我知道这个10月份的时候 11月份的时候还有这个我非常期待这个Metallica 这个我们来听电话 喂你好 你好 这种天气仆教情怀 当面的老先生点一首松花江上 松花江上 有的时候旧一事物甚造七级浮沓 好谢谢你啊 好吧谢谢 松花江上 谢谢 谢谢各位朋友啊 哇大家点课热情好高涨啊 你看一说松花江上我就知道是什么 所以说呢还是有一些些 好吧好吧就这样吧 好 这个这就算我们今天的开场了 小雪老师呢 今天这个小乐老师今天是有公差 没错 所以呢他下个星期会回来 那今天得非常高兴跟小雪一起分享一些话题 我也很高兴啊 就再次回到这个直播间 是啊 我们这里很轻松的对不对 各种话题随便聊 所以我们呢先休息一会好了 我们来听首歌啊 刚才这位朋友点的是什么 这个大张伟的叫什么名字 阳光彩虹小白马 我来找一下啊 好嘞 就是我记得大张伟这首歌的话 他就是给特别适合在儿童节播 其实我觉得是 啊好 我们来这个阳光彩虹小白马 对就是像一首儿童歌曲嘛 对不对 我们稍微一下 但也不是啊 他是能够带给大家一种就是很童趣的感觉 啊真的啊 下午4点22分我们继续他又说啊 这个先开始还是给大家简单的说几条小新闻啊 这个呃刚才那这个上节目的时候同时打开了网页啊 发现那个一条比较新的新闻 说是纽航啊 这个呃最近啊 有一个数据的泄露的这么一个事情 给大家报告一下啊 嗯呃 纽航新西兰航空啊 结果像很多人都接触非常多了啊 这个我们基本上是新西兰的国家航空啊 就差不多这个意思啊 嗯 然后大很多人都有这个纽航的会员卡啊 呃呃可以积分 是啊您有吗 我有就是从来没有 我我也不知道这个积分有什么用啊 但是据说可以换机票啊 可能是我用的不是特别的多啊 所以不是很清楚 然后这个积分卡呢 其实很多地方你买东西还可以还可以刷分 对他就是有很多的优惠 对不对 对那这个最新的消息呢 说是他们的数据呢 有一个泄露啊 遭遇了黑客的攻击呃 大概有十一万 十一万两千名这个顾客的这个信息可能被泄露 呃这个也是挺严重的一个事情啊 十一万呢 嗯 十一万两千啊 这个纽航说他们大概有三百二十万个会员 新西兰英雄才四百万人 他怎么有三百二十万个会员 那可能当然有海外会员 那是只要坐过这个飞机都会自动成为会员吗 当然这个三百二十万会员中一定是有我 所以所以呢就像我这种僵尸会员 对不对三百二十万分之一 但这个有十一万的这个会员资料被泄露啊 这个被泄露这种事情可大可小 呃怎么说呢 这都属于个人的隐私 我觉得还挺严重的 因为如果说一个人能够知道您的航班啊 就是您要去向哪 如果他关注到了这一点的话 那么其实其实是挺严重的 其实光有姓名电话地址这件事情就已经挺严重了 是 这更何况呢 就是他可以知道你查查记录啊 看见你过去达城你 我都去过什么地方 嗯 可能对于很多人讲的 这都是不是特别容易跟别人分享的东西 没错 所以这个事情呢也是挺严重的一个事情 呃 据说呢受影响的这个客户呢 都会收到纽航的email啊 或者已经是收到 所以我们的听众观众 如果你是纽航这个呃 用户的Airpon的这个用户的话呢 哎 这个赶紧查查你的邮箱啊 说不定这个你已经收到了一封让你不愉快的来信啊 可是他要怎么解决呢 这个后续 我也不知道 这个好像也很难解决啊 因为就如果说你这个信息已经被透露的话呢 就就是透露了啊 别人就是知道了啊 你的姓名地址电话已经被人知道了 你怎么改呢 呃 改个名儿 哇这样说起来很恐怖 就是只要在网络上留下了这种信息 当然在数据时代就是这样啊 这个呃 既然他能收集你的信息 你看其实不止纽航 我们在很多地方都可能留下了自己的所谓姓名地址电话啊 没错 家庭状况啊之类的 是不是呃 其实这就为什么我们说现在数据安全这么的重要 嗯 大数据时代人人的隐私都不再是隐私 这个非常的重要啊 这个而且这个是可以买钱的 是 我们经常会收到莫名其妙的来信 对不对 电话 告诉你有个邮件啊 要取啊 告诉你这个银行卡在中国被盗刷了 这都是骗子的伎俩 常见的诈骗手段 当然这个有的时候真的惨神奇啊 这个骗子的伎俩再怎么过时 都有人会上当 因为可能大家没有想到就自己到自己头上 可能想的时候 是是是 有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哎 我自己不会那么蠢啊 其实你就是那么蠢的一个 哈哈 哎 主要是遇到这个事的时候很容易蒙掉了 嗯 有的时候是这样 所以呢 这个真的是要好好地保护自己的数据安全 嗯 希望大家不要中招啊 这是关于纽航的一个一个新闻 刚刚发生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呃 尾号0111的朋友刚才发了个短信啊 我要念一下啊 他说一主编啊 不许忽悠老先生 老先生要是明天打电话来 你又不在 难道小雪明天这个时间的节目还能接电话 明天是周六 周六 休息两天 所以我们是不会在这儿的啊 所以这个老先生明天不要打电话啊 这个要不然我真诚忽悠你 而接下来呢 再看一条简单的新闻 说是这个 你知道这个 小雪知道我们最近这个新西兰是禁塑料袋 嗯 对 禁止那种一次性的 有有那个 哎 有 有可以提东西的塑料袋 对不对 有很大的感受 之前只是去超市嘛 现在你只要去餐厅啊什么 你也没有办法得到 是 我们现在经常打包 只能捧着一大堆东西 没错 或者你自己带个不带的去啊 这个我们前两天在节目中讲过这个话题 嗯 最近呢 就是有一些民调啊 就看新西兰人这个环保意识啊 这是令人叹为观止啊 怎么讲 除了这个除了这个一次性的这种啊 有带的塑料袋之外呢 现在在超市 你还可以拿到那种没有那个拎手的塑料袋 就是那种 比如说你去买个买个香蕉啊 那你这个捧着香蕉啊 或者左手一颗菜花 一颗香蕉 总是不太像话 是不是 是 所以很多人去超市呢 超市会提供一种啊 一大卷的那种 你可以撕下来 OK 撕一撕 对 就是透明的那种啊 对 然后呢 这个最近其实那个消耗挺快的 是 大家都觉得没有塑料袋 拿那个还方便一点 对不对 最近有个网络调查 说80%多的新西兰人都支持 80%多 哇 真的是很多 支持就 就把这个所有的这些东西全部禁掉 那那那以后怎么拿呢 不知道 以后再说 捧着 你就捧着呗 或者其实呢 也不是说不能解决 只是说呢 这个要进一步的要这个训练我们大家呢 就是 环保意识 环保意识 而且与此同时要进一步接受生活的不便利 对 那比如说你去买 超市买东西 对不对 那你现在可能买哪几个大袋啊 跑去一下 推辆车 大袋人在旁边 然后到走的时候把它放一放 是 那你将来真的是可能 有可能就是你没有那些袋 对不对 所有的这些香蕉啊 花菜啊 或者说那些蔬菜啊 茄子啊 蘑菇啊 全部都裸奔 对 其实我还在想啊 就像您刚才说的这种 平时我们非常易于撕扯的 这个小的塑料袋 它的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它主要是为了把不同的东西给分类开 其实就是这样 其实就是分类 就是你便于 对于对于shoper 就是那个购物者 它其实是个给你很大便利度的 这么一个事 就是我这个苹果啊 这个装在这个袋里 然后橘子装在那个袋里面 就比较方便 是 那你将来如果没有这个的话 那你去那个结账的时候 你就可能拿出三个苹果 先这个要一下 然后再拿五个橘子 然后不小心才发现漏了一个苹果 不小心漏了一个 这个可能会出现那种不方便的 是 那个场面 但是呢 尽管如此啊 这个新西兰这个民众啊 据这个民调说的大部分还是支持 支持全面禁止 但今天的最新消息呢 说政府呢 可能暂时不会采取这个全面禁止的措施 就可能很多朋友听了松口气 还好还好 那政府采取一个什么办法呢 这个据说政府要采取一个 要这个经营业者 他采取一个强制性的 让他们自己控制好这种一次性的 或者说对环境有污染的 像这个除了饭盒啊 像这个伊拉罐那个东西啊 或者说是吸管啊 这些东西的回收 其实他没有出台细则 所以我在读车条新闻的时候 其实我并不是特别明白 他到底要那个经营业者 比如说生产厂家 或者说是 比如超市 Condant 或者说Pakinsiv这种机构 他怎么样去回收 我实际不是很清楚 但是呢 大概的意思呢 就暂时政府不会出台这种 禁止所有的一次性的产品的 这么 塑料啊 这个吸管啊 这样的举措 而是通过这样的方式 但这里面有一个小的新闻点 我觉得挺有意思啊 政府说呢 将会考虑参考 现在澳洲很多地方的做法 所以澳洲是怎么做的 他有一个做法是回收那些 用有偿回收那些依拉罐啊 那个喝水的 喝水的那个塑料瓶啊 用这样的方式呢 来降少 来减低这对这个环境的污染 我们曾经朋友们在一起就说过 就是我们会用What If 这个句型来说 如果世界上的瓶盖 是钱的话 那就是现在如果这些塑料 都已经会成为另外一种钱的方式 大家是不是就可以 就收一收嘛 对 就收一收 那这个我们这个来自中国的朋友 就可能非常非常熟悉了 我们以前在国内这个 平民工程都是卖钱的好不好 对换废品嘛 废品站 这个什么纸板啊 这类的都是卖钱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节目中 我跟小楼还是跟小雪啊 就谈到这个 这个新西兰没有这个 废纸回收这个业务 没错 而且把就是这种 没有纸箱回收 所谓的破烂吧 或者废品交给别人 还需要主动花钱 让人家把这种收走 我们当时有说 他为什么不 就是说比如说 你设置一个回收的站 就让大家去送过去 那基金就会高一些 对不对 但是我记得 当时有一位听众 打电话上来来指证我们 他说的非常的对 他怎么讲 他说呢 其实处理这种 所谓的回收物啊 尤其是纸箱啊 或者说那种 有点脏的回收物啊 在这个非本回收站 回收回去之后 他这个处理的过程 是非常污染环境 OK 他需要大量的水去冲洗 然后需要有一个 处理的过程 这过程本身是污染环境 所以他 他是从这个角度来 解答了我们这个疑问啊 这本身还是挺有意思 一个事吧 如果说这个东西 以后成为现实呢 结果我们以后 就每天在家里 要捡罐子 把罐子摆摆好 那按照那个听众的说法 岂不是只要我们 已经继承的垃圾 就是已经形成的垃圾 就永远只能是垃圾了 因为你去把垃圾 变废为保的过程 其实会生产更多的垃圾 就是 其实这是一个 我理解啊 是一个平衡的问题 就是你在这个 废物回收这个过程当中 肯定会产生再次污染 但是如果这个 废物回收的过程 它的效果 它能够大大的降低 就去提高废物的再利用率 比如说 纸箱再利用 就可以烧砍树 就在这边得到的 这个益处 能够超过这个 废物回收过程中 产生的污染的话 这个事情就值得做了 但如果说你这个东西 你放开让一些小企业 去自己去做的话 因为我比较认同的 一个想法 就是说 你要求这些小企业 去承担过多的 所谓的思考者 是不现实的事情 没错 不可能都有经营者 对不对 所以说除非你能够 通过政府来统一的管理 或者说减少污染 这些管控的 这么一个事情的话 就是有可能让你 放给那些人做的话 可能就不行 上来的意思呢 就是他从 他好像是这方面的 有点专业的 OK 但是说从他的角度来观察 现在这方面是先进的做法 OK 就是可能在我们原居地 就可能 但是因为我们中国 我们都知道 因为太大 是 就可能管控的这个 力度也不可能 做到那么精细 所以说呢 他还是鼓励我们自己 找费北维政 就交一交 你看我们中国很多 人在大街上 就是收集那些瓶子 对不对 送到那些地方 踩一踩 踩一踩送过去 再进行处理加工 可能在各个不同的国家 各个不同的市场环境 需要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现在全世界 基本上都要重视 这个垃圾污染的问题 没错 这个呢 也是我们人类 任性了这么多年之后呢 终于觉得 事实要付出一点代价 要给自己的生活 带来点不便利去解决 那我们这个生活 现在是越来越便利 但是这个便利的同时呢 带来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 我现在知道 我们在中国的生活 真是越来越便利的 这个基本上 很多人都说什么 睡到半夜 想吃冰激凌了 就手机滑一滑 点个单 对啊 这个我一次性的 就可以送过来了 这真的是很方便 但是是不是在这个过程中 也会产生很多垃圾啊 这样的东西 这个东西呢 我怎么说呢 就是你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呢 你在享受完这个便利度之后呢 就可能会反过去去思考 这样的便利度啊 它当然是带来 生活带来了很多益处 但是是不是也对社会 有一些不利的影响 就会考虑这个问题 在我的想法里头 我是认为 就好像所有的发明创造 大部分是因为懒人创造的 那如果为了便利 就像您说的 可能会产生很多垃圾 那更重要的方式应该是用 就像之前说 用大的企业 用集成的方式 去集体的去处理这些 但不应该以降低便利度 来缓解这些 那就是要看你这个处理的效果 怎么样的 或者说现代科技啊 或者说这个社会 能够找到什么样 合适的办法来处理它 就比如说 现在每年中国产生 那么多白色垃圾 就是那个一次性的塑料 一次性的饭盒 泡沫饭盒 这个方法不仅是要有效 而且是要在市场上 和经济上是可以退港的 你要不然你就再先进的 如果是成本特别高的话 也没有人会去做 你不可能要求所有人 就有那么高的绝物去做 就到那个时候 这个现在中国 其实已经在广泛的 禁止一次性的 这个白色塑料饭盒了 其实就是一定程度上 就是在牺牲你的便利度 因为这个最方便 对不对 我们以前说 这个有的时候 就是回顾到以前那种 拿着小饭锅去打饭的时候 可能也会有吧 这个不知道 对 大家经常会 现在为了保护环境 会说倡导 回到一种原生派的生活 是 就有的时候觉得 回去也没什么大不了 对不对 好 我们这个希望大家来点歌 这个0212010998 或者是095251042都可以 这个或者说您参与话题都行 或者告诉我们 你们会不会 从现在开始 收集一下那种一拉罐 踩一踩藏起来 这个没准什么时候 政府什么时候 就会拿出来回收 再讲一个小的新闻好了 说是这个 你知道在华为卡托 有个叫蓝泉的地方 我们来听个电话 好嘞 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请讲 你好 我想说一下垃圾回收 你好 你好 因为我最近 只要看到一个报道 一个报道 是真的假的 就是说 其实垃圾回收 这些东西都是骗的 是骗人的 对对对 因为他们 报道里面说 到时候那些垃圾回收 都是全部 还是放在一起 还是给埋了之类的 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就骗大家 没有 因为 我不知道 但是有机会的话 我真想到 回收垃圾的那些地方 去参观一下是吧 真的去看一看 到底他们是怎么回收的 因为 每一次都说回收 到底到最后是 而且政府也没有告诉我们 到底他们到底是回收了多少 再利用了多少 什么数据也没有给 只是说 而且大家要回收 大家要环保 但是到底是做了多少 到底是 是什么样的成效 我觉得反而像这方面的报道是很少 对啊 对啊 好像我也知道要 垃圾要回收 你也知道 大家也在做 但是到底 回收的效果是怎样 我们都不知道 对不对 我们应该有这个知情权 是是是是 我们我们 我们又又又又 就像如果是回收了多少东西的话 到底又给这世界到底带来多少 有什么样的贡献啊 有什么样的影响啊 都没有啊 这个反而这样的报道没有 反而就说啊 我也回收回收好啊 我回收好 有多少好处是吧 到底是怎么样呢 嗯 但我不知道这个 如果说他这个已经回收好的垃圾 他还是像普通垃圾甜甜买一买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这个不太清楚 因为这这这这东西 这是一门生意啊 啊 是一门生意 对啊 对啊 如果如果我是我来的话 我就如果我是黑心山下嘛 本来垃圾全部可以放一起了嘛 我就跟你们回收啊 那我可以做很多回收桶啊 啊 对啊 我跟你分类啊 所以他说有产业链 他说这个产业链上的人在这收益之后呢 其实他 到底就是我 我想就是 如果是说这边有 到底这些公司到底 有没有人在监督 到底他们做的怎么样 到底出来的成效是怎样 是是是是是 那无论如何 如果你可以收垃圾回收 回收一直回收对吧 然后做一个 做一个好像业主编你的雕像啊之类的啊 至少我可以看到雕像在那边 是用回收垃圾做的嘛 对啊 但是他什么都没有啊 到底回收垃圾去了哪里 嗯嗯 就是偶尔会看到这东西 这些东西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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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偶尔可能感觉 哎呀挺好的 我这东西是用 的东西重新在做过的 但是到底 我们的垃圾其实是很多的 你知道吗 是 但是做出来的回收 到底出来的产品 到底有多少 然后还有多少 到底是真的是回收不了的 然后是怎么样去处理 都都没有都没有报道 是 就是这个显然民族是有知情权的 就是 我觉得这个社会很缺 然后很多人也不 其实也不想知道 嗯 还是想着 其实很适合教育 对啊 反正我每天回 我垃圾都回收了 我很开心 对啊 我 反正我在家里 我每次都回收东西啊 然后我这样东西也分类啊 我觉得呀 我做出了贡献 但是其实到底结果是怎样的 反正我反而是不知道的 这个据我所知呢 这个奥克兰那些垃圾的回收处理 而且是那种可回收垃圾的处理 它是有地方是可以去参观的啊 据我所知的是我有些朋友去看过 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还在这个纸媒的时候啊 就有一群老人 华人华人这个志愿者 还去那边去参观过 写过一些文章和报道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样的 其实公开把这些 那个向公众开发工具看一下 这个回收的过程都是干什么 了解一下他们回收的结果是怎样 其实真的是挺好的 而且我觉得公众是绝对有这个 这个知情权的 毕竟我们每天辛苦 这样的回收 这样的话你如果再去降教育的话 会更好一点 是是是 然后你也可以做广告嘛 对不对 是的没错 对不对 市政府那么有钱 然后政府那么有钱 做个广告嘛 就说你们的回收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cycle嘛 对不对 就让大家更了解这个过程 对啊对啊 那大家就激情了嘛 对不对 好的 好 好谢谢您 好谢谢 拜拜 谢谢 也对啊 这个这个你得让知道 要让大家知道 我们这个辛辛苦苦都是为了什么 这个别到时候 这个我们辛辛苦回收 它就一填埋就完事 这当然是不太好 呃 伟豪3663啊 说人类处理垃圾的水平 永远赶不上制造垃圾的水平 最后只能够牺牲便利度了 其实不是牺牲便利度 而是把制造垃圾的水平 拉回去而已 这个观点很有意思 挺挺好玩 而且你看我们这个听众朋友 我们的这个 思维都都很厉害 是 都比我们厉害 所以希望大家多多贡献 对 踊跃参与 各种想法啊 这个0212010998 或者是 095251042 好下午4点47分啊 这个我们在刚才一个时段里呢 给大家讲了提到了一些垃圾回收的事儿 当然那位听众 当然那位听众我觉得他提得上有道理的啊 这个我们既然已经辛苦在做垃圾回收的事情了啊 这个希望能够看到一些积极的回馈啊 对我甚至觉得应该在教育里头加入这一部分 是不是啊 这个包括这个我们需要看到一些实际的东西啊 这个有的时候呢 光含恐含是很容易啊 但是你这个实际上 政府在这方面到底促成了多少啊 这个我不知道这位朋友所看到的这个垃圾 这个回收回去就填埋了 是这个报道是说哪里的啊 我不确定是不是新西兰的啊 这个但不管这个报道是不是有关新西兰 这个我们这个市民或者说公民提出这样的想法啊 都是非常非常合理的事情啊 没错 所以这个我们希望看到有一些数据 我们来听个电话 喂你好 你好 你们好 你好 你好 我刚才听到你们说了一个很让人害怕的消息 连那个装水果的塑料袋都都都没有 没有这个只是有人有人这么想 但是这个政府已经表态这个现在不会啊 暂时不会啊 不要害怕 下雨了 下雨应该把一个那个防雨的帽子戴在头上 对不然是吗 麻烦啊 就这个大家可以当防雨的这个帽子是不是 对啊 然后我想请问 有没有看到短信点那一首 我王明志的歌呢 没有哎 你什么时候点的 是吧 啊 OK 是你如果是今天点的话就是没有 这两天都没有看到黄明志的歌 是吧 你口头点一下好了 没事 黄明志哪一首 那个吴志明的雨 吴志明的雨 好 已经点过了 好 没事 再说吧 其实呢 如果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朋友圈那边看到 好像德国 德国你你把那个小小的饮料罐塞进去 然后呢 他把它搅碎之后 其实是可以回收 而且他还有钱回收的 是是是是 而且我们用的以前的塑料袋 其实如果政府真正的要做点事情 比如说在每一个次站 放一个就专门回收那种塑料袋的桶 有有在康档他原来是有的 但是可能就是不是每个人都会去做这个事情 我记得是有 我有看到过 就是回收那种塑料袋的这个装置 因为这个东西是不可降解的 所以你用完了你就扔过去 反正怎么说呢 我以前就就我就害怕嘛 因为说是说实在了 如果现在没有塑料袋 我们的垃圾真的是 我不知道怎么样弄 还好现在有那个小的 对啊 好嘞 好谢谢 好谢谢 拜拜 这个回收那种 那种不可回收的塑料袋的桶 一直是有的 但是呢有些人会去扔 但是社会大众的意愿还是不是很高 因为就是我一直觉得啊 这个你要求社会大众做一件 对他们来讲太不方便的事情呢 这种想法呢是有点天真的 就是如果你希望大家啊 理想社会当然是这样的啊 大家都非常自觉 把家里每天把家里带塑料袋收一收 拿回去扔 但是事实上做不到 为什么做不到 首先呢很多人嫌麻烦 是 第二个呢很多人觉得这塑料袋很有用啊 这个你装垃圾嘛对不对 对啊 很有用啊 就是比如打包啊 干嘛都行啊 这个遮雨啊 就是下雨天当帽子戴啊 就非常方便 所以呢大家会不愿意做这个事情 所以呢大家会不愿意做这个事情 所以说呢政府才会说 你其实太理想化的政策是有问题的 当然就可能就需要 怎么说呢 找一个平衡点 找一个办法 比如你现在禁止所有的拿 可以低了的这个那个塑料袋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有个把手和没个把手区别那么大呢 就是因为有把手的塑料 它用起来不方便 有把手的用起来 有把手的方便 因为有把手 因为以前这个我们知道家里的垃圾 垃圾桶就拿这种有把手 塑料来装一装 就是应该是更方便吧 它就用起来更方便 对对对对 对不起 用起来更方便 所以呢他觉得就如果这个不进的话 这个就会大批量的这个大家用下去 对大家就用这个当垃圾袋 是啊 而且很多人就是去超市 可能就是一个大还不够 你再给我俩 是 是不是 因为这个超市也无所谓 反正你要我就给你 反正这个价格很便宜 成本很低 这样长此以往呢 就是每家每户都积攒了 很多很多这样的塑料袋 至少我们家是这样的 我不知道这个 然后呢到时候就会发现 这个很多人也不会去做那种 把这个塑料袋扔到那个可回收 那个可以回收 大家都觉得这个非常好用 甚至还要多要几个 怎么会回收 所以说呢 他现在就把这个全给尽了 OK 那有很多民众呢 就是特别热爱环境的民众呢 就在这个民调的时候呢 但民调这个东西很简单 因为就是你问我嘛 我当然表示自己 非常的自重环保 对吧 是 好进进进全部进 所以就80%多的人呢 都认为你干脆连这个出来 他也给他进了 是不是 但是呢 政府才现在认为可能呢 就像可能刚才那位朋友讲的 就是红哥是吧 红哥讲的 就是说可能不太现实 这个毕竟也要考虑到 民众的接受度 这个021的这位朋友说 今天安德鲁说 红哥好久都没打电话了 安德鲁有说吗 红哥说自己最近很忙 其实红哥都打电话到1042 打给谁都一样吧 我们跟安德鲁好朋友 对不对 没有关系你们听电话 好 你好 你好 下午好 你好你好 红色列 垃圾回收还是相当不错的 他现在唯一的就是没有做到 就是干电池 干电池 没有回收到 因为这个东西呢 因为中国拒绝收 原来也收 现在绿色你说康大 软塑料可以啊 是可以的 三角货 三角水都可以收啊 是是是 原来他收不了 现在有一家纽站公司 可以拿这个做 比较大的 这个固体的 比如说椅子啊 还有那个 那个那个 拍了 拍了是怎么说 用中文忘记了 我也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你怎样 另外呢 这个参观垃圾场 是可以的 但你最多是在 在那个 开放 去看 为什么呢 最后一步是填埋 填埋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它会产生早气 每三米 它会盖一个 1.5公分的 一个橡皮胶 这个橡皮胶 从国外进口 那我看到 它是新加坡进口的 纽族站生产不了 再一个 那它会把一层以后 隔了以后 它有固定的管子弄 它那个腐烂以后 它有早气处来 储存在那 你在东区住是吧 在东区是 对东区原来 那个山上 那就填埋场 我知道 就是 对那个地方 还有一个小的 早气发电厂 它发了电厂以后 供应到网络里边去 是是是 我好像有看到 在那之前 填埋之前 各地区都有垃圾分类 是 首先是金属 然后是木材 木材又是 有吹过和没有吹过的 两种 对 然后呢 是塑胶瓶 它都分类 所以它都会再利用 因为早期的话 中国大陆不行 一直到这场 我至少在纽纳 参观过 十多个垃圾处理厂 哇 好啊 这个很好的经验 所以 下回要不要组个团 后来参观光源以后 现在最先进的 还是新加坡 新加坡每年还进口一些 可燃垃圾 作为什么 作为发电 就焚烧发电 对不对 对 它就填埋这一块 因为新加坡厂地比较少 包括早期 它的巡回的回收设备 把垃圾烘干了 早期我看到新加坡 是法国的设备 那现在应该新加坡自己就可以做了 好吧 跟你分享一下 这周二我去小的短途旅游了一下 去哪里 山上有 山上有雪 路边有水 青草绿地 哇哦 这么棒 那个小牛已经长到 已经分蓝了 小羊快要分娩了 而且我问了问 今年大概双胞胎率能达到86% 相当高的水平 而且最让我吃惊的 竟然接近Roteroa 有一个海拔相对比较高的 大概700米的一个草 它已经开始做黑了 黑是怎么翻译 做甘草 对甘草堆 对对对 相当的相当的不错 是吧 纽泉这一块 我就不知道它的经济数字怎么统计的 因为我知道这边的牛腩出口的 小帮庄不往纽泉卖了 直接出口到中国 牛腩 我是最喜欢的牛腩 好 好的 对 那点一个 你说 点一个 草原儿女吧 草原儿女 好的 好的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分享 我们分享了那么多有意思的东西 非常非常感谢 这个你看这个还是有人知道 这个有的时候呢 就是信息要共享 没错 你看这个指导哥去过那么多的 达机分裂厂 就可能就会比较了解 这个其实新西兰这场面还是做得不错的 我们也希望它能够做得不错 021这位朋友说我们家以前也和叶主编家一样把过去的塑料袋存起来还专门花15刀买了个专门装塑料袋的布袋子 Love FM Your Radio 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TV29 FM104.2 FM994为您同步直播的新西兰交通音乐广播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点整 小雪呢给大家带来这个时段的新闻微头条 下面呢一起来看新西兰相关的消息 昨天晚上多塌法改革法案在国会通过了一读 支持和反对票分别是94票和23票 在投票之前持不同观点的国会议员们分别阐述了自己的想法 最引人注目的是代表奥克兰东区Pakranga的国会议员Simmer Brown 在发言时甚至煽然泪下 Simmer Brown出生于1991年 他今年只有28岁 但是他有较强的宗教信仰 昨天晚上在国会发言时 他表示自己要遵从自己的良心和信仰 无法投票支持堕胎合法化 他说这么多年来他一直认为 生命应当被尊重 无论是年长还是年轻 男性还是女性 黑人还是白人 已出生还是尚未出生的人 都应该被尊重 然而呢 堕胎法改革投票是一次良心投票 尽管像他这样的强烈反对 但是他的不少国家党同事却支持这一法案 包括几位女性的资深国家党议员 比如Pona Bennett Amy Adams和Judice Collins 国家党议员副议长安妮托里 也投票支持这一法案 他表示这是因为他不认为 堕胎是一个犯罪的行为 超市的巨头Countdown呢 今天是宣布召回了一款信仁产品 这个信仁产品名字叫做 War Wars Crunch Natural Elments 是225克的包装 而召回的原因是因为其中的 黄曲霉素超标 据悉这是一款小包装的产品 在6月30号到8月6号之间 是在Countdown的各个门店在发售 而根据超市发布的公告 在此期间没有接到顾客 因此患上疾病的投诉 被召回的产品呢 最佳使用期限是在2020年的1月2号 而黄曲霉素呢是一种有强烈的生物毒性的化合物 常有黄曲霉以及寄生曲霉等另外几种霉菌 在霉变的谷物中产生 如大米 豆类 花生等 是目前为止最强的致癌物质 新西兰食物的黄曲霉素的含量非常低 是不构成健康威胁的 不过长时间使用黄曲霉素超标的食物 就是会是对身体有害的 那么康档也是承诺将向消费者全额退款 下面呢我们来看一条国际方面的消息 当地时间8号晚上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 国家反恐中心领导人约瑟夫·马奎尔 将成为美国国家情报部门的代理总监 据报道 特朗普是在美国排名第二的情报官员 苏格登辞职后不久宣布这一消息的 他在推特上发文说 我很高兴地通知你们 国家反恐中心现任局长约瑟夫·马奎尔 将被任命为国家情报局代理总监 于8月15号生效 而戈登此前是担任了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主要副主任 那根据一般的程序来说 在科辞辞职后 戈登将成为代理总监 但美国政府官员此前曾表示 白宫现在正在审查 是否可以合法地选择顺位继承人 可以选择顺位继任者之外的代理总监 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新闻微头条 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广告之后请继续锁定涛有说的节目 更多精彩一会儿回来 好时间到了下午的5点09分14秒 就是我们他有说今天是星期五 明天后天就是周六或者周日 可惜好像天气不太好 就是今天看起来是阴天 但也许明天就是晴天了 希望如此 不对 我今天有看天气 明天也是多云有雨 是吧 这个如果是多云有雨的天 恐怕就不是 只能夹在家里了 对不对 那也挺好的 就是工作了忙碌的一周之后 在家休息一下 OK好 那我们接着开始往下说 今天刚才给大家说了半天环保 是 环保的问题 有的事情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这个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 我自己觉得 发展的一定阶段 在享受了足够多的便利度之后 就会觉醒一次 觉醒 用上觉醒这个词 我觉得需要 就是觉得 这个是不是都环境迫害了太多了 然后就会退后一步 然后再慢慢的 做一些 这个有利的事情 但随着科技的发展 可能又要往前走 这就是一个不停的 往循环往前走的 这么一个过程 是 可能真的是要抖一天 等到一天 这个垃圾处理的 这个能力 技术 达到一定水准 或者说到了一定的水平 就能够轻轻松松的 把那些垃圾处理掉 可能这个就会 有点不一样 要不然这个 可能是个趋势 是 大家必须要自省 然后直到科技的进步 把我们带入新的高度 有的时候 可能不得不牺牲 一些生活的便利度了 可能是大家多多担待 这个恐怕也是一种趋势 没有办法了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 新闻呢 就是跟一个旅馆有关 我去住过那个旅馆 所以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呢 就印象非常的深刻 这个地方在奥克兰 不在奥克兰 在这个北岛有个地方 华卡特地区有个地方 叫做蓝泉 蓝泉 Blue Spring OK 有去过吗 有去过 这个Blue Spring Blue Spring旁边呢 有一个旅馆 这个全名叫做 Occorororay Hotel Hot Spring Hotel 这个是一个毛利地名 这个念起来点奥口 这个旅馆呢 非常的古老 非常的古老 大概是在18几年的时候 就开门营业了 就可见这个 整个这个旅馆 这个建筑啊 各方面都有 多有多么的古老 历史悠久 这个旅馆呢 我记得在2013还是14年的时候 就成为了这个媒体的报道的对象 为什么呢 是这个旅馆呢 因为1889年开始啊 这个鲁湾这边有介绍啊 占地27公顷 可以容纳60位客人 有一个酒栋高尔夫球场 还有一个高尔夫球场 一个酒栋的小球场啊 当然在新西兰高尔夫球场 也并不是那么 那么少见 对不对 是 然后这个为什么当时成为新闻呢 因为它卖给了中国人 卖给了中国投资者啊 是一个叫做 Kiwi Town Blue Spring Resort Limited 这个中文叫做什么 没中文 King's Town King's Town 金斯顿 金斯顿 那不是一个U盘的 Kingston 真的耶 对啊 是不是 我记得有一个 有一个说间谍的 不是间谍 就是那种 Anyway 这个奇怪话啊 然后这个呢 是三位中国投资者所拥有的 那今天这个新闻爆出来呢 也是跟中国投资者有关啊 怎么讲 说这个新西兰有个叫做 海外投资办公室的 这么一个机构呢 嗯 要勒令要求这三个投资者 把他们拥有的这家宾馆 给卖掉 为什么一定要他们卖到呢 为什么呢 就是可能有些朋友 就会觉得奇怪啊 这个明明是一个 别人的私人投资啊 为什么海外投资办公室 跑出来说 不行你要卖掉呢 这因为呢在新西兰呢 有一个叫做海外投资法啊 这个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已经知道啊 这个最近呢 这个共党政府是宣布呢 禁止外国人买新西兰的房产啊 是 根据的也是这个海外投资法 当然是经过修订的海外投资法 那这个本身的海外投资法就对于这个外国人士购买新西兰的资产的是做出了一定的限制 尤其是在购买新西兰的土地啊 价值比较大的这个资产的交易啊 他都有一定的限制 就是我想这三个这个这个投资人啊 这个这边有名字啊 冯志国啊 虽然他是拼音艺名 但是我觉得大差不差啊 这个按照咱们中国人起名字的习惯呢 这就是冯志国啊 金辉啊 我感觉他就叫金辉啊 然后那个王阳明 王亚明 王亚明 这三位这个看起来一定是华人啊 这三位华人这个买的这个 他们名字可以这样被 当然这些名字 所有的这些名字都是公开资料 OK 你只要开过公司 你的名字就有 那他是可以被媒体报道的 就完全是公开资料 OK 他这个把自己的名字 列为公司股东的那一天起 就相当于这一个名字 他已经接受了 这已经是公共领域里的东西了 了解了 你不能现在跑出来 说不行 你不能报我的名字 这是我的隐私 而隐私不是这么用的啊 这个 好学到了学到了 他这个这个保护不了啊 因为这个你是公共领域的事情 你开了一个公司啊 这个是公开信息 这三个人买这一买这个旅馆的 当时呢就是新闻 为什么是新闻呢 因为首先这个旅馆有69的历史啊 1889年到现在100多年 这个算是个历史遗迹了 是 再加上呢 他占地公顷27公顷相当的大啊 这个交易金额这里 虽然没想说 这个可能也不小 肯定价值不菲 所以当时这个 这一类的这个买卖呢 都是要通过这个 新西兰海外投资办公室 基本上就是 如果说你不是太明白的 就想象一下 就相当于中国的外资委 外资委 对 中国每个每一个城市 都有外资委员会 海外投资办公室 外资委员都可以 基本上你比如 海外人士要在中国去投资啊 开开场 开企业 开公司 你都要去外资委拿批 拿审批 拿这个条 是 他批准了你才能开 这个 这个大家都可以理解 那基本上这个 海外投资办公室呢 有点点类似这样的机构啊 他对于外国人买 新西兰的资产呢 他进行审核 当然如果审核条件 审核之后发现这个条件 符合法律要求的话呢 他就必须让你去买 但是呢 外资 说到外资委去了 海外投资办公室呢 他可以给你这个交易 设定一个条件 大部分的条件呢 就是说 希望你这个交易 是对新西兰 是带来益处的 那在这个案件上 他这个 这个具体的案例上 这个海外投资办公室设定 什么条件呢 就是要求 这三个投资者承诺 在多少 多少 时间之内 对这个宾馆进行 开发 再开发 所谓再开发呢 就是装修一下 当然是在保护 历史遗迹的前提下 装修 翻新一下内部啊 然后扩大一些面积啊 之类的啊 目的是什么呢 我想无外乎呢 就是希望 这个海外投资 能够给这个宾馆 带来一些增值的 就是更多的客人 更多就业机会 就是当然 首先就是更漂亮的宾馆 这个更好的这个保护 这个地方变得更吸引人 是 从而呢 可以带来更多的游客 那更重要 刚才小雪也讲了 可以 因为你扩大了 你一定会得 当地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 是 那海外投资办公室呢 就希望这样的这个条件呢 能够让这笔收购 是对新西兰有益的 对 这个思路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呢 到了2018年8月 就是去年8月份的时候 去年8月份 这个期限就满了 期限就满了 那显然这个旅馆呢 旅馆呢 没有做任何事情 它其实相当于海外投资办公室 已经给了他们一个这样一个condition 这是个condition的这个approvement 就是approval 就是一个带有条件的批准 就是我已经批准了 你可以去拥有了 你可以去经营 对 但是你必须在 2018年的8月份之前 你在这个 对这个酒店进行一个 大幅的改造 是 就是给它增值 当然增完值的酒店 还是这个投资人的 对不对 对 不是说我拿出钱 要送给政府 不是的 但是呢 结果呢 就是给当地呢 带来一个更好的酒店 同时呢 带来更多的游客 当然也带来更多的工作机会 这就是我刚才解释的这个事情 但是到了2018年8月份的时候呢 这个他们没有对行这个承诺 是呢 没有做到 所以呢 今天这个海外投资办公室呢 就判定 对不起 你只能够把这个酒店出售 它给它一定的期限 一定有限出售 它必须要在8月9号 就是今天 这是今天宣布的 它一定要出售 必须出售 但是呢 现在我们又看到这个 它在多少日期之内出售啊 这个可能更加详细的一些信息 是 但归根到底呢 就是 这家公司啊 必须要在这个一定时间内 把这个酒店托产 这个这个托手啊 是 当然这个还是市场价格啦 对不对 但是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因为它急于出售了 那可能就没有办法 是不是 是 所以收听我们这个节目的投资者们 要不要 要不要考虑出手一下 很漂亮的地方 对不对 怎么突然开始了 推广一个酒链 我负责卖这个 给它开玩笑 好的 为什么把这个事情提出来给大家讲呢 其实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你看这个海外投资办公室啊 现在对于这个外资收购 新西兰的东西 物资产的这个管理和 还是挺严格 后续的监管啊 越来越严格 是 其实我们以前就知道 它就是有这样的规定 是 但是可能在以前这方面的监管呢 说白了吧 就是有一点 给你设了条件之后呢 也不一定管 就形同虚设 就是也不一定有这个能力去管 也不一定有这个资源去管 但现在我们看到 显然这个不是这样的 是实打实的了 我想这个三位中国投资者 他可能一开始也就觉得 会不会我先把这个 找信心里是吗 再说 这搞不好到时候他们就不管了 对不对 或者说到了他们要管 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办法 可以把这个事情给解决掉呢 现在看起来还真是不行 就这么一个事儿 本来这个是一个简单的新闻 我们就是跟在整点之前 就可能第一个小时就给大家讲到 是 就像这个讲那个 环保的问题 大家对环保都是非常感兴趣 但是我仍然觉得这个新闻本身 还是挺好玩的 对 起码让大家就投资者要稍微警惕一点 要 因为这里传递的是一些信息了 就是一些这个 如果说当然我们这些可能就是 不可能算是到这种层级的投资者的级别 但是如果说是很多投资者 他就会观察这个政府啊 就是对于这些海外投资的这个监管力度 到底是怎么样 现在显然是越来越严了啊 所以没有那么那么容易了啊 好时间到了下午的5点26分25秒 我们继续涛又说啊 这个在这里呢 给大家说一个事啊 这个我们刚才这个后台这个微信编辑啊 这个给我发了一条微信啊 说这个 呃 说有一个伟号零屋舅舅的朋友说给我发了短信啊 说这个呃没有反应啊 说是不是我没有收到 然后我看了一下 我确实没有收到啊 是不是这个我们短信平台的关系 呃之类的 可能没有信号或者服务之类的 啊好像是这个没有服务的问题啊 是不是这个呃 我们就微信编辑说有没有可能 就是他现在能够收到的都是有通过iMessage 发过来的啊 是不是有可能 真的是有可能啊 就是好像这个呃 通过这个短信发过来的话呢 都是没有收到啊 非常奇怪啊 我刚才这个重启了一下啊 但是还是告诉我没有服务啊 这个可能是我们要下节目看看这个是 我们要解决一下这个技术 是不是这个手机出问题了啊 还是怎么样啊 就在这里呢 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啊 有一个办法啊 有一个临时用的办法啊 就是如果大家这个希望能够跟我们互动的话呢 可以打电话啊 当然是09525104 这个欢迎大家打电话 还有办法呢 是可以通过我们短信平台跟我们啊 稍微通过我们微信平台跟我们联系啊 基本上就是你首先要添加我们这个呃 936的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 新西兰936全资讯啊 然后呢就可以在微信后台呢 跟我们这个微信编辑互动啊 他会第一时间的就把这个呃 你们想说的话告诉我 对而且我们的边境特别的可爱 是吧 所以就是添加一下他也不吃亏 就是我们可能搞像这个在给我们微信做广告似的 但实际上确实啊 这个新西兰936全资讯啊 您可以在这个呃 搜一下这个微信公众号啊 看看这个能不能这个找到啊 能找到的话呢 就可以直接在那边跟我们联系了啊 或者说就是像这位05599的这个朋友一样 呃也是呃通过微信的留言啊 跟我们微信编辑联系啊 都行啊 非常抱歉啊 这个我刚才重启了一下看这个手机呢 还是收不到讯息啊 只能够收到i message的信息 就是如果说你也是拿这个苹果的话呢 我就能收到啊 这个拿不是的话就收不到 什么手机啊 对啊 这好像是无意中就把安卓用户排在外面了 这个确实是上面写的显示就是没有信号 哦 继续 好 我们已经做了尝试 还是没有信号 非常 因为这个跟大家的互动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啊 所以非常希望能够呃有更多的互动进来啊 这个很开心的事情啊 所以呢 实在不行就打电话 5251042 或者是通过微信平台跟我们联系 我们回头会来解决这个问题 好 好 今天下来的下一个话题呢 跟大家讲讲一个旅游的问题啊 嗯 这呢 其实也是我们今天微信的一个公众和美评文章啊 也是今天我们上午看到这个很多媒体啊 都在报道的一件事 是 我们都知道的今年是中兴旅游年 旅游年啊 新中旅游年或者中兴旅游年都可以啊 反正就是这两个国家的旅游年 当然这个 呃 虽然是说这个好像有点对等的说是旅游年 但其实大家都知道 这是吸引中国游客来新西兰旅游的这么一个推广活动 对一个项目吧 嗯 反过来呢 你要推广新西兰旅游游客去中国旅游呢 也不是没有啊 但是可能规模不可同人语一点对不对 对 呃 相当大的一个一个降广 对对不对 呃 但与此同时呢 呃 中国游客在新西兰的消费金额却增长了增长了14%啊 达到了17亿纽币 呃 然后呢 这个有有方面预测啊 预测预测是今年的游客可能会减少啊 对这个这个截至今年五月份的一年是减少了7.4啊 那整个今年这个二两千零一九年这个自然年度呢 恐怕有可能会减少10% 嗯 呃 然后刚好这个今年是中兴旅游年啊 对 这两个新放在一起就显得非常的 有一点 鬼 尴尬 对尴尬啊 就好像这个这个大家这个你看这我们总理就现在 这个还有一个启动仪式啊 当然是因为某些人员推迟了 嗯 还去中国访问了一下啊 这个旅游部长啊 我们对这个新西兰旅游部长Kevin Davis啊 他也去访问了中国啊 就好像大家 就在努力推广的一件事情呢 哎反而到了这个旅游年的发现 效果好像并不好 发现了这个中国的游客有一个大幅减少的这么一个现象 是 呃 这呢就是其实呢我们觉得 为什么呢啊 这个因为呢这个呃 与此同时我们当然也关心一个问题啊 这个是不是哎 有一种情况啊 会不会是 呃中国游客 呃海外游的这么一个总体人数的减少 好像也不是 间接影响到 嗯 是不是啊 这个这个是一个很自然的这个 就联想 联想 但似乎也不是 对因为好像新闻里头是说 呃去到别的海外的国家的还是 依然还是很多 就基本上就是呃除了美国和新西兰之外啊 是去往其他国家旅游的中国游客人数还是在增长当中 这个美国呢我想这个大家应该明白怎么回事啊 呃过去很长的时间的中美贸易战就是打的有点这个过分啊 呃再加上种种源安全原因吧各种原因吧可能就是现在中国 游客去美国旅游的这个首先游客就少了啊再加上呢因为这两个贸易战的关系呢商务人士因为他统计这个所谓的旅游人数的时候他是把商务人士和游客探亲访问的都算在里面啊都算一座探作一类人短期签证呃显然是现在最近短时间中国去美国的这个商务人士可能会有减少对不对是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贸易战的关系政府代表他们出访是不是少很多嗯嗯啊所以这些原因的都造成了 呃去美国的这个中国游客人数的减少但是呃新西兰人新西兰为什么会来新西兰减少这个中国游客为什么会减少那么多呢其实挺让人费解的一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也不是很费解是吧你觉得是什么原因我觉得很直接的影响从嗯其实原先大家对如果从在中国的角度中国游客对新西兰就认为新西兰是一个很适合旅游的地方嗯有风景如画而且很和平也不参与到世界各国的事情中是但首先从今年开年来嗯一开始的时候新西兰还因为首先第一个拒绝华为上过一次热搜这是第一个就是你觉得这是政治原因然后呢315的时候嗯一向平静的小岛国又 突然间嗯出现了这样的事情大家也吓到了也就是说今年出现在中国所有的热搜关于新西兰的都没有多么正面啊您觉得是政治方面的原因还有安全方面的原因然后还有就是我发现在今年之前都没有多少人去聊新西兰是五眼联盟的议员的这样一个话题就是因为这个事情但是你怎么解释澳大利亚的人反而上升了呢澳大利亚也是五眼联盟而且澳大利亚这个 澳大利亚这个政府从民众对于中国的呃友好程度应该是比不上新西兰对加拿大也上升了对这么一说难道就只是因为315枪击时间而且这个统计数据是到统计到2000今年的五月份对就是315影响力影响的部分是不会很大的因为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对这样说也很是不是就当然政治的原因是一定有嗯尤其是很多朋友我看这个我们微信公众好有些朋友在留言是什么工党上台啊这个工党 政府和中国政府不那个不友好啊之类的呃但是你觉得我是有点怀疑了嗯就是说在一个普通民众选择出游的时候会不会对这种东西有那么强的敏感度呃你刚才讲这个安全音我觉得是会的啊就比如说呃315枪击案之后一段时间可能是这个真的是会很少人就觉得会哎会有点担心对但是一个普通民众在选择旅游出行地的时候他真的会考虑那么多吗就比如说澳洲你看好对不对嗯欧洲其实大部分国家对中国的友好程度都赶不上新西 你要说意大利德国对不对啊西班牙法国这样的国家是呃法国有一段时间呢还有这个呃黄山运动啊大家都知道黄背心运动啊是巴黎圣母院被点着了啊呃德国这个那些国家都深陷呃移民呃难民危机啊这个可能大家觉得去欧洲不安全的人也很多是您这么说也很有道理那为什么说哎这个事情呢我们今天上午办公室几位同事在那里讨论为什么啊到底为什么说中国游客忽然就是一下子就 减少了这么多了还有一个原因我在想的是今年好像说批发这就是移民局这边在开旅游签证的速度也下降了很多我觉得这个呢就我这个对对我来讲有点说服力嗯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最近听到啊这个新西兰这个移民局啊现在好像是在各方面都在拖新西兰经济的后腿好像有这个趋势啊我刚才特地的问了一下很多朋友就是说因为我知道移民局现在在批那种什么 公签是呃或者居民签证啊都非常的非常非常的慢啊这个是我自己有体会啊因为在今年我现在几月份的时候 二月份的时候三月份的时候我帮我的这个家人申请了这个一个很简单的签证转换啊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啊如果按照以前的这个标准呢就是你walk in 走道进去跟这个前台说我要换这个他给我一张表我后面去填一填交钱在那等二十分钟就给你了是啊就是这种类型的签证知道我等了多久 两个月两个月这么久啊就我我我家人就等了两个月就这个东西交进去之后他说行我们收到了啊行然后他说我好了就通知你啊大概时间他告诉我一个这个呃时间的乱指啊他当时跟我讲可能就是四周嗯四周啊那我想这个你怎么知道你四周都给我了吧是啊啊结果他让我顶了两个月我中间有去催他啊但是他就说没有办法因为这个waiting the queue太长了啊他所以一个能够处理过来当然这个是我的一个感受不知道这个可能是不是个案啊或者怎样啊 不不不应该是一个趋势很多人都反映说这个签证等的时间特别长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这个这个原因啊我觉得是一个说得通的道理喂你好你好哎两位好那你好请讲我想问一下啊刚才你首歌是越南歌吧啊黄明志他是一首中文又有中文又有越名歌的歌啊越南越南语的歌 叫做胡志明的语啊你好厉害啊我不厉害我们的听众厉害哈哈哈哈哈哈越南语我也听不懂了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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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谢谢啊好谢谢啊好谢谢啊嗯所以我们继续讲理由啊呃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有可能就是如果说你这个移民剧在发放签证的这个情况速度速度超慢的话那可能很多人就老在等对啊会不会一定会有的以前呢我因为我也比较喜欢旅游我以前经常去上一些这个 旅游的网站包括什么穷游啊马蜂窝啊这个都是非常有名的这个旅游的网站就是自助游的网站其实以前那些人都讲到心情的签人都讲得非常容易是非常快对可能几天就给你了尤其是旅游签其实给的很快现在难道旅游签也这么慢了吗好像旅游签的速度也因为我记得的话就是同样的去年我办一般来说学签也是比较快的因为学生也可以带来比较嗯嗯可观的这样是吧对然后今年和去年学生签的速度都变了 很多是吧嗯哇太好了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好有意思啊这个是伟号6283的这个朋友发来的他说这个参观啊就我们刚才讲的垃圾分类啊就环保啊他说参观Watakri垃圾转用站啊是由华人环保教育信托基金主办奥克兰市议会赞助啊呃许多人不知道垃圾和废物可以送往哪里啊这个他写了一大堆啊就是关于这个我可以看到啊关于这个这个活动啊他说还可以去参观嗯 呃通常几接受学校团体啊但是华人环保教育信托基金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呃8月26号8月26号8月26号很好的一个信息啊这个我们来先听个电话喂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你好还有那个新的呃李祖博啊小雪啊小雪老师啊啊你好啊啊签证是吧是不是很慢我昨天知道的消息大概留下24天左右242424天 那是因为我没有特别大的概念啊这个算是跟以前比是慢很多吗还是正常那以前大概一般正常的话两周吧两周啊他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工党上台之后他嗯对移民局进行了非常大的一个框架改革嗯呃关了好多那个嗯世界各地关了好多branch他因为他为了呃缩减开支嘛对对对就是鼓励大家往上去申请嗯嗯嗯然后呢裁员裁的很厉害嗯嗯嗯 他一个新救 kiş岘贡 nous啊嗯aan tale Tro Anne真是由 veteran阿都hrán 哎呃仑 Leader呀自己立球对了咱们大量 Uh你是 würde普遍哇是 Arrow tamnade 工作关系跟他们打交 但是我觉得 我还是应当给移民打80分 80分 对对对 为什么呢 不少这个分数 因为他们是移民 缺点吧 移民局好像在游行是吧 你知道的 他收入太低是吧 工作量太大 那么他导致他 你们钱工资 毕竟让我这个裁员 把你们进去找 但是如果你有紧急情况的话 你把你的真实情况告诉他们的话 他们还可以加急 没问题 但是要真实原因 你不能讲就是说 我就是嫌时间长在现在 就是真实真的紧急原因 是吧 比如说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那个工钱没拿到 但是你那个奥索已经快到 这样 老板说你再不拿到工钱 我就那个他还是给你 而且也这边也不用找人 也不用花钱 你要干嘛 你把真实情况告诉他 但是但是确实要有 比以往要 比以往要慢 慢很多 但是我相信可能明后年 可能会 大家适应的这个体积会好一点 但是 好的好的 感谢你跟我们 谢谢您的分享 就说移民局是因为 体制结构调整的关系 就是会有一些积压 但是他们挺努力 他好像之前裁员 然后现在又反聘 一些非常有纪念的 被裁掉的 如果说你有紧急状况 还是可以跟他们讲 他们可以帮你们处理 但是这个移民 会不会移民局的 这个工作效率问题 导致这个签证发放的问题 导致我们中国游客过不来呢 这是一个挺好的设想 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我觉得这个可能要去 做调查才知道 而且也不止这些原因 那如果说原来是等 14天 两周 现在等20天 我觉得这个不会有什么 实质性的影响 你做个游客的角度来讲 这个我提一般游客 都不会说我提前14天申请 14天之后就要来 他可能了解一下情况 如果一个time range 如果告诉你这三周和两周 我觉得对游客申请 你这个签证是没有影响的 但如果说原来是两周 现在告诉你要两个月 甚至更长 那个我估计这个影响就大了 很多人觉得 哇你是你这个新西兰 其实那么麻烦 你隔壁澳洲只要两周 我去澳洲 这不明显没有可能 对不对 但是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要去 看一下那个情况 我们来这个 把刚才那条短音念 再念一下 这个 但是这个短音太长 我没法念完 这个念完了节目就结束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挺好 这个华人环保 华人环保教育信托基金的 这么一个信息 可以去参观 是在8月26号 可以分别在东区和中区和西区 三个地方上车 费用的是五块钱一个人 这个我为什么说 我可以念一下 因为我虽然看到 他说五块钱一个人 但是我相信 五块钱一个人这样的价格 基本上就是一个成本费 对不对 大家可以去参加 这个电话是363030633 或者说大家去搜一下 这个华人环保信托教育基金 这个是奥克兰的这么一个活动 为什么呢 我会这样说 因为其实我们跟他也不完全 他有刚刚发短信过来的 但是我觉得这是个好事情 我们华人想要去了解一下 比如刚才那位打电话朋友 他想要知道 他有这个诉求 想要了解 现在我们有这个活动 您可以去看一下 看完了之后 回来告诉我们您的感受 觉得你可以说看完了之后 你还是觉得这帮人 就是在下冷 这个也可以 但是我们要去看一下 很多时候不看 就不知道 尾号9189的这位朋友 也是发来短信 这个一看显然也是iMessage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问题 iMessage都能收到 9189这位朋友说 是啊 移民局的工作效率 肯定有影响太不方便了 这个是一方面的原因 因为我们刚才也讲到 这个所谓的这个traveler 他还包括商务签证 和各种什么探亲签证之类的 所以说移民局的效率 这方面肯定是有影响 但这个影响到底是 有没有能够达到这么大 或者说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因素呢 好时间到了下午的5点50分 这个还有10分钟 我们这个节目就结束了 我刚才这个看了一下 确实是我们这个手机的 短信服务呢 出现了一些问题 可能现在呢 就是只能够收到iMessage 这个我们尽快修复 可能从昨天开始就开始了 难怪我们这个这两天 看到短信比较少 这个还在想周末到了 大家怎么没有热情点歌呢 这个短信服务出问题呢 真的是挺闹心 是 希望能够早点解决 希望下周一周没有问题 在这边也去跟大家 也要跟大家说说抱歉 抱歉 你看你马自马了这么半天 然后我们还收不到 那如果我们修复了 说不定还可以收到 它会跳出来 应该是啪跳出一大串的 那感觉 是吧 应该很爽 有吗 会吗 会 很清楚 只有通过这个iMessage 就是说你是苹果手机的话 那如果同时你又能上网的话呢 它是通过这个不同的系统过来 是 至于为什么呢 不要问我 我也觉得很神奇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anyway就这样 好我们这个 刚才一直在说 这个为什么新西兰的 中国游客减少 这个讲到一个 叶老师你觉得呢 我觉得你刚才讲的 这个签证的可能是一个因素 政治原因的有 但是我觉得不会很大 我个人是觉得 首先我觉得这个因素不会很大 其次呢 你看为什么这个澳洲 英国 都德国 欧洲这样的国家都没有影响 不见得这个 大家都只挑着我们新西兰 相对来说 新西兰是对中国比较友好的国家 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说 这个因素不是很大 我觉得一个 我自己在那长进来 就想这个东西总会有一个原因 对不对 我想出了一个可能的原因 就是什么呢 就你知道就是 你看一下 这个欧洲的游客没有减少 澳洲游客没有减少 这个说明什么呢 就是似乎就是 你有没有一种感觉 我有这种感觉 就是来新西兰 会来新西兰旅游的游客 有一定的特点 怎么怎么讲 就是我觉得呢 他们都是那些 会去 因为新西兰一般就需要你自驾 对 一般需要自驾 就是就是跟团的毕竟是 相对比较少 大部分来新西兰旅游的 这个人都是自驾游的 然后呢 他们都是对于这种自然美景 有一些憧憬 是 有一些想法 有一些呢 想追求一些 不同旅游体验的这一群人 我觉得这个旅游人群 非常的有 有他们的这个人群的特点 我个人觉得是有的 是 我在看一些这个群游网站 包括他们写的 我觉得他们都有一个 特别相同的一些特性的地方 就可能就是在大中城市里面 就是有一定的收入的 但是呢 又不是那种 好像就有钱到那种 我可以随便到世界各地去旅游 但又不是那种会满足那些 好像就是 特别爱购物 购物旅游 去欧洲 日本 就买东西 也不是那种 就是你知道传统 我们以前说中国旅游 有一个笑话 这个 当然只是笑笑而已 上车睡觉 下车拍照 然后就撒尿 然后再上车继续睡觉 然后回家一问 什么都不知道 回家一问什么都知道 可能就五天游个欧洲十国这样的 也不是这种类型的游客 对不对 这种类型的游客呢 跟我们来新西兰来的 主要的游客也不一样 对 我们的主要群体 好像是更注重体验派 更注重体验的 体验的 这个年轻的 这个三十多岁 三十四岁的 这一群人 这个这一群人可能 当然不是没有一样 都是绝对的 我们也看到这个 很多老年游客 小孩游客 年轻游客 新西兰也有上车睡觉 下车的那个撒尿的 这个旅游团 对不对 但是呢 这几个大的概念 我觉得是这样的 会不会是这一个群体 在最近一两年的消费能力 出现了下降的一个趋势 哇 这个框架就很大了 我的感觉是这样 这个我是个人的理解 就比如说这一群人 就是他们可能是 原来这个消费水平 他们觉得可以能够承受 新西兰的这样一个旅游 觉得他们也想追求 这种旅游方式 觉得很好 希望来 但是因为随着近两年的 一些消费能力 消费降级 他们可能就只能 好像有点承受不了 要不然退而求其次 因为我们看到 其实东南亚的旅游在增长 OK 就是可能那些人会不会 这只是我自己的假象 没有任何 我觉得这个点有开发到我 对 我会想到说 其实这两年的话 因为压力过大 然后可能大家没有办法 有时间去进行一个 会不会 也是这样一个因素 是不是工作压力比较大 这个当然跟这个各方面有关 对 大家提了什么996 是 KPI 那你可能就是导致 这么长一段时间 在两个多星期的新西兰旅游 这种方式 从这个时间成本 和这个物质成本的角度来讲 都让中国游客 那一个群体的中国游客 觉得有点吃不消 对 有点累了 他们就暂时搁置了一下 这么样一个旅游的 这么一个计划 还有一点 我觉得这个 你知道在新西兰 都是要需要自驾游 大部分 对 那最近很长一段时间的 这个自驾游的风险 其实挺多的 报道也挺多的 现在很多这个 可能国内 本来想旅游的人 就想起要到新西兰 这样佐渡的国家 去自驾游 所以这个自驾游车厚的增多 会有一些感觉 担忧 是不是有点担心 然后新西兰的 这个国家的旅游开放 从我的角度来讲 很多方面是很粗放 是 它没有那种 非常细致的配套服务 没有的 差很多 所以综合原因 是不是这么多综合原因 加起来 是不是导致这个游客的 也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 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的 当然这个问题很复杂 我觉得您找的这两个点 非常的开阔我视野 让我觉得就是 还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想 还有这种操作 是是是 好我们这个时间到了 还有五分钟 这个3663 最后点一首歌 是昨天是天王王妃 50岁的生日 真希望我到50岁的时候 能有她一半的洒脱 点一首王妃的人间 祝她生日快乐 我们用这首歌来结束 我们今天的节目 行 希望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周末愉快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